你好 我们说 谈中零股交易 到底旧局跟新智 哪里不一样呢 其实我们先从零股 简单的一个概念说起 这个台北股市 是以一张股票 一千股来做交易 一张一千股 对 一张有一千股 那也就代表着 如果你没有买满一千股的话 就叫做零股 简单来讲就这样理解 所以正常来讲的话 如果一张股票 股价是一百块的话 如果你有一千股 就代表整张股票 价值是十万块元 一张一百块的话 你要买一张 需要花十万块钱 对 那如果你买999股 没有凑买一张的话 就是99,900元 所以简单来看的话 基本上只要没有买满一张 基本上就叫做零股 那如果你购买的一个零股 加总起来超过一千股之后 它就会自动变成一张 简单来讲 这个运算是这样子的 那买零股的最主要的原因 我个人认为 基本上就是因为资金不大 要不然其实购买整张股票 是相较比较方便 而且买零股相较起来的话 如果买的这个数量 是不够多的话 很有可能手续费是不划算的 因为多数的券商 都有一股最低的一个门槛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 现在目前 因为10月26号 就会有盘中零股的一个新制 来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 现在来看的话 还算是旧制 也就是目前买卖零股的一个时间 是1点40分到下午2点半 所以你很常看到买零股的小支柱 可能中午午餐时间 就大家挤在厕所 每个人在那边买零股 对不对 1点半收盘 可是交易的时间是从1点40分开始 对到2点半 那基本上来看的话 是以收盘价来起叫 你当然可以挂超过收盘价 那这样的话 相较起来比较容易买到 那因为它是集合竞价的一次戳合 所以你1点40分到2点半的时间 随时你都可以下单 对 但是2点半一次戳合 对 所以你只有一次的机会 看能不能买得到 所以它的成交顺序 当然就是以价格来做为优先 所以谁下多少钱你 你也不知道 对 但你出的价格越高 越容易买到 那为了解决这一种相较零股 其实交易不顺的一个状态 目前的证交所会有一个新制 大概在10月26号的时候 目前来看的话 9点到1点半 从9点10分之后 每10分钟都会有ROD的集合竞价 从9点10分 因为每10分钟 所以开盘之后你一下单 10分钟之后才进行撮合 对 那ROD的集合竞价 也就是当日有下单 代表的是你只要下一次单就可以了 如果第一次没有戳到 会尝试的第二次 看能不能戳到成交价 这样以此来类推 那成交顺序的话 当然你挂的价格越高 越容易成交 可是如果你挂的价格是相等的话 那怎么办呢 那就看谁的时间比较少下 所以如果我们两个 这一档股票10块钱的价格 我们两个都挂10块钱 就看谁先下单 如果我们两个都是最高价的话 我们就看时间谁先下 那就谁比较容易成交到 其实整体零股的一个交易 它所造成的一个新制就是 相较小资子 或者购买零股的这些投资者 其实比较容易买到一个正常的价位 要不然以前旧制的话 就是要赌能不能买得到 因为一天只戳合一次 所以相较起来的话 可能买家的话 愿意出很高的价格 那这个卖家的话 相较起来可能愿意出 比较低的价格 因为好脱手 所以相较整体的波动幅度 会来得高 那如果是新制的话 就比较能够贴切于实体的 一个收盘价格 实体的一个现货价格 但问题来了 现在台股位阶相对的这么高 怎么选股呢 想问问话有人说 既然是小资族 那买不起高价股吗 既然有这个零股交易的交易方式 是不是要先冲高价股呢 其实应该要先了解 自己是什么样的属性 先了解自己是 是属于纯股型的投资人 还是属于操作型的一个投资人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什么叫做纯股型的投资人 OK 以纯股型来说的话 像我们看这个字卡上面有提到 其实纯股型的投资人 你比较属于是定期定股的投资人 就是说跟早期不大一样 就是定期定额的投资方式 现在是纯股的话 你其实除了可以定期定额之外 还有一个新的方式 就叫做定期 等一下 以前我们都说定期定额 比如说每一个月扣三次 一次扣个3000块钱 那定期定股呢 对 这个方式不大一样 我们定期还是约定一个时间 那定股其实最大的差别是 我约定好 比如说我每个月要存的是100股 举个例来讲 你一个月要是存100股 一年后你就可以确定 你拥有1.2张 我懂了 定期定额 比如说一个月还是一样扣三次 可是你花3000块钱 并不一定买到固定的股数 对的 但是你如果买固定的股数 我就可以更精确的去计划 到底那段时间到了之后 我买了多少张 对 你投资的金额总数是多少 这会比较明确 就像大力光来说好了 你可能1万块钱去买大力光 你一个月下来 你可能要两股多 可是没有2点多股 所以只有两股 那你剩下的钱怎么办 你就不晓得 那就是留到下个月 但下个月它不会累计 因为系统上面 它下个月还是扣1万块钱 那你两个月就会剩下4000多块了 OK 所以在财务的准备上 就要更精确 对 因为你确定要买到那个股数 而不是你用3000块去买 对 如果说你是一个累计型的 要投资的话 其实定期定股比较明确 好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规律性的投资哲学 是的 定期定股 对 好 所以如果你是存股型的话 用定期定股的投资方式 从产业别 为什么呢 其实产业别是要看个人的喜好 因为有人喜欢 比如说他喜欢硕画股 那有人喜欢台泥 像这种水泥股 那每个人 我喜欢是电子股 每个人喜好的是不一样 但是要从自己熟悉 熟悉的产业下手 熟悉然后有兴趣 龙头 其实就好龙头 一二名就可以了 比如说小福伯 你喜欢什么产业 我喜欢电子产业 你喜欢电子 为什么 因为电子产业它的那个高报酬 对我来讲 比较能够满足我的报酬率 所以从你自己有兴趣 然后等龙头产业去左手 用定期定股的方式进行交易 那操作型呢 操作型的部分 其实你一定要先做好资金的分配 也就是说我身上有可能有 10万块钱或20万块钱 我要把我资金做一个切分 分三等份或四等份 然后开始去选择 选择什么 就要选择自己适合的价位 这个不大一样 价位区间指的是说 比如说10块钱左右的 我把全台湾所有的股票 都拿出来比过 比过以后找前两名 比如说10块钱以下好了 我就找第一名跟第二名 谁的波动率是高的 波动率是高的 对它高的我就玩它 你所谓的 比如说10块钱以下的最强两档 你的强弱 你的指标是什么呢 很简单 比如说先前我的做法就是 我选了A档股票 它可能涨跌幅每天都是涨停 或接近跌停 但是没有到跌停 它的波动就很大 另外一档它可能波动一天只有 比如说0.01% 这么的低 我就会把弱子换掉 马上换掉留这一档 因为它波动更高 所以往下跌也可以 只要波动大你就去操作它 就可以 举一档个股来看 教我们你是怎么操作的 有准备了一档 这一档就是 它是先前的 各位看到它的交易量 其实都不高 都不高 所以你是在什么时候进场 我在这边进场 你看到什么讯号 为什么觉得这一档 已经可以开始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已经有 长年的时间了 你看2015 一直到2020 其实有将近五年的时间 这一档都没有起来过 那我就不思考了 就直接丢 丢了以后它就一直涨上去 当中就再接再接这样子 什么时候卖 我在这边卖 没有关系 不用赚到 不用卖在最高点 很难 对 但是那个时候它其实 它现在已经创历史新高 而且它这里的均线纠结 已经被突破了 当然就不用担心 出量 均线纠结 然后均线同步的往上 就进场 然后你那时候设的 停利点是 停利点其实没有设 因为这个是月线 如果你看日线的话 其实它当中有折返 有要再去买 但是一忙就过那个时间 所以就没买到 讲究竟话 通常你盘后交易 因为我们说 以前的盘后交易 只有一次出价的时间 所以价格 你通常要出得很高 你才买得到 要卖的话 价格都要出得比较不好 才能够卖得掉 现在的价格 你建议大家怎么设买价跟卖价 买卖价格的话 其实可以练习 从这个K线去找 因为K线都有高低位置 它有四个 一 二 三 开低收盘总共四个价位 对 如果你很强烈想要购买 你就可以涨上一天的收盘价格的高点 就是可能它隔日要突破的点 那你下价格的时候 你就要去参考前一天的 或者三天的K线四个价位 总共十二个 好 谢谢小富爸爸 先请回座 所以小富爸爸教大家 从存股型的投资人 或者是操作型的投资人 教你怎么样挑股票 青龙请您上台来 盘中也可以零股交易了 不管是小资族或者是目前的存股族 怎么挑股票呢 挑股票其实还是要看到 你自己的投资的属性 有些人是所谓的风险的趋避者 其实对于风险的承受度比较低 那这个时候你挑的股票 就要属于这种 稳健的保守型的一些标的 那我会建议会以台湾50的成分股 为主要的一个选择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 比较愿意勇敢冒进的 其实你也许就可以去挑 这种所谓积极型的股票 它的差别是可以在短期间 创造出比较好的收益性 不管是怎样的方式 其实我都会建议用所谓的定期定额 类似定期定额的方式 去做一个投资 因为毕竟大家的资金是有限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就是每个月可能存了三五千块 我就把这个三五千块开始去买 我所锁定的一些标的 然后用每个月每个月去买的方式 去建立你的基本的部位 那我这边是举例来讲 比如说以台积电好了 台积电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当时的股价在195块 那时候才195 对 所以如果你那时候三千块的话 你大概可以买到15股 然后后来一直到了2018年的时候 股价已经来到231块了 只能买到12股 可以买到12股 那来到了2020年的时候 8月上已经来到416块了 只能买到7股 但是不要觉得只能买到7股 但是因为你先前是定时这样定额的买下来 所以你整体来讲你投入的成本大概是103,514元 那随着台积电这几年的股价持续的上升 你的市值到目前为止来到18万 准益是来到8万1千块 报酬率是79% 我投资台积电慢慢的买零股 三年的投资报酬率有将近八成 对啊 非常好 对 这基本上其实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基本上就不用太去管整个市场的波动 只要选对好它会成长型的标的 其实做这样的投资就会蛮不错的 那大家会好奇吗 已经来到416的台积电还会再上去吗 对 还会再上去吗 我们看下一张图会告诉你会不会再上去 这张图其实2000年 从台积电从2011年到2025年 我们对于它的EPS跟合理股价的推估 蓝色的是它的EPS 红色的这个曲线是20倍本益比所推出来的股价 那看在2017年的时候 当时台积电的股EPS大概就落在14块左右 13到14 所以它合理股价大概271 那今年为什么有机会来到400元以上 是因为我们大概预估它的获利可以来到20块了 所以乘上20倍的本益比就已经来到400块了 这件事情 其实庆隆在去年年底就已经先跟大家讲了 那时候的股价280几块钱 我想说怎么可能有可能用EPS 用它们的本益比来算 这个是合理的价格 今年果然就到了 对 那基本上因为台积电接下来5奈米 3奈米 2奈米都即将进入到 生产规划的过程中 如果没有太大的意外 应该到2025年根据外资的一个推估 它的EPS应该有机会来到28块 所以乘上20倍的本益比的话 其实股价应该就会来到5字头之上了 所以台积电接下来要挑战5字头的价位 对 这个应该在明后年应该就可以有机会看得到 所以现在小资族领股交易适合买台积电吗 当然如果它是稳健型的 而且我们认为它的获利应该会一直往上走 只要没有出现太大的意外 应该是它毕竟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护国神山如果都倒了 你对台股也可以万念俱灰了 另外一档的护国神山其实是 这几年兴起的就是联发科 联发科也是最半导体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一样它在2017年的时候 当时它的股价在250块 如果你每个月投资大概3000块 你可以买到大概11股 但是随着现在的股价已经来到 今年8月3号已经来到696 所以你原本11股只剩下4股 但是没有关系 你基本上你按照这样的方式 你还是可以参与市场 你这三年下你投资的成本大概也是10万块 然后市值已经来到20万了 然后损益是9万8 报酬率是95% 又帮你赚了另外一个10万块钱 对啊 自己加薪了一倍 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它联发科的后市你怎么看 联发科这个护国神山可能没有像 台积电这么稳定 对啊 我觉得这个的就要持续买下去的问号 就会比较大一点 OK 好 但是庆龙要告诉你的是 如果三年前你就用零股慢慢买 慢慢买三年以来的报酬率 又帮你赚进另外一个10万块钱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 刚才讲的电子股 那大家想要说 那如果是稳健行 要不要举个金融股 那金融股的话 要用赵峰金好了 赵峰金算是 关股银行中获利非常好的一个模范生 一样在2017年的时候 它当时的股价在20.36 那如果你一个月投资3000块 你可以买到147股 然后一直累积到现在目前为止 今年的8月3号 赵峰金的股价在30.41 那他买3000块的钱 大概只买到98股 但是这样子类似定时定额的买下去之后 你的成本大概也是10万块 市值12.5万 然后赚了1.8万 大家觉得好像赚的没有像电子股这么多 但是报酬率有17.12% 三年17.12% 其实对于不管你是用定存的 或是用保险的方式 其实都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报酬率 但是这个就是属于富贵稳中求的一个内容 不过这样算起来 台积电算是稳健保守型的吗 台积电跟年发科的投资率 报酬率这么高 算是稳健保守 因为其实三年大概即使一倍 当然是稳健保守 我们在资本市场中 大家所期待是三个月就要赚一倍 三年终于配搭是稳健保守型的 所以这个算是都还是相对稳健保守 我们现在看了 因为其实台积电是从低点这样上来 即使现在如果台积电现在是一路 然后开始往下跌 跌下去没有关系 跌下去你要越来越开心 为什么 因为它是护国神山 护国神山不会倒 不会倒的情况之下 你就勇敢的股价跌越多 你就越买越多 所以你看你原本只能买七个单位 但是它跌到了假设跌到300块 你可以买到九个单位 如果哪一天它跌到了195 你可以买到15个单位 那时候你不是越开心 因为你买得越来越多 所以当它股价反弹上去的时候 你就会出现微效曲线 所以我觉得这个的好处 其实就是你不用害怕跌 越跌你要越开心 因为越跌你买的单位数会越多 但要有纪律 要有纪律 你不要跌到后来 不敢买 还没开始那个 微效还没开始上钩的时候 你就受不了 你就开始想要卖掉 很多人都是一路受不了 这边卖掉那就不行 所以你执行这个微效曲线 你一定要很有纪律的执行 而且你还非常有信心 OK 对 那这个是属于稳健保守型 那如果你觉得三年79% 或者是像联发科三年可能 90几% 90几%保守不够 不够 吸引你 那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用不同的投资工具 不同的投资工具 那就是用选择不同的投资工具 另外一种就投资不同的股票 那另外一种投资不同的股票 这几年其实我发现 有一种操作蛮好的 就是当股价创历史新高那天 你下去买 当股价创历史新高 谁敢下去买 你怎么知道 接下来会不会反转上下 就是一般人不敢买 所以赢价的想法跟你不太一样 基本上创历史新高之后 下去买 你在多头市场中赚钱的机率 非常的高 电视场所秀的是 最近股价有创十年新高的一些股票 那其实在创股票新高的同时 大家都不敢买 比如说我们举这个 新路3703 这是做什么的 它是做工程公司的 就是像我们现在政府在推动 8年8千亿的基础 前瞻计划 有4千亿又在轨道建设 其他就是专门接政府的标案 那其实这张图 其实就是从2010年到2020年 它的股价走势 月线图 你看它之前股价顶都在14块 然后以前最高是2018年17.85 然后2019年18.1元 然后当它今年的8月股价突破历史新高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在这个地方该买吗 该买吗 我说了 突破历史信号的时候就下去买 要有哪一些搭配的条件 创新高这时候敢买 这时候敢买真的是异于常人的勇气 另外一个它还有一个报大量 报了20 人家说量比价先行 它带量突破历史新高 再加上它的基本面 如果你能确认它基本面 其实基本上要往上走的 其实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因为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代表它未来的上涨 没有任何的卖压 所以一涨过就海阔天空了 对 它没有任何的卖压 因为当筹码一档股票 为什么会涨不上去 就是上面有太多的套牢卖压 等的解套 所以当它股价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代表已经没有人需要解套了 所以它上涨的过程 其实就会特别快 那什么时候卖呢 都已经创历史新高了还追 什么时候 那就以赚一倍来卖 正常都是以这样子的方式 那因为它报了历史大量 那当然我们还是得回到 它的基本面的去试算 那重新还是得回到 它到底是做什么 那我稍微试算了一下 它的整个的EPS 那因为这是它 2010年到2021年的 蓝色的是它EPS 然后橘色是它 现金鼓励的表现 那今年大概是1.60 但是明年是有机会来到3.39元 倍数成长啊 对 所以如果以它明年可以赚3.39元的话 其实它股价刚突破历史新高的时候 其实才18 19块 所以如果你能掌握这个的一个 未来的获利的基础的话 其实你追历史新高的同时就不会害怕 对啦 一般人会害怕其实是 就好比啦 就是我们一般人创历史新高的时候 大家都很想要卖股票嘛 这就好比高铁 你已经知道这台车是从高雄会开到台北 那到台中的时候啊 你看到很多人下车 你会想下车吗 不会啊 因为你知道目标在台北 所以我觉得重点就是在于 你知道创历史新高的同时 它的获利已经来到这样子的一个基础点 你觉得它未来应该有机会持续上去 所以就不会因为它的股价波动 去影响你去做调整的一个状态 对啦 所以股价创历史新高要怎么样才可以追 要有这个做前提 你知道它之后获利无语 像台积电也是啊 台积电以前在2017年以前 股价最高在2000年的时候 股价来到222块 但是在台积电在几年前 突破历史新高的时候 大家觉得可以追吗 它现在已经来到400多块了 所以因为就是有这个前瞻的期待 所以认为创新高之后还有新高 对而且大多数的创新高的股票 其实它大部分都是代表 它的趋势跟股票开始在 跟营业开始出现翻转 在这个翻转过程中 其实你要顺势去做操作 才能将你的获利极大化 好